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10月3号周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力满浮盘 那么今天的大盘指数呢 是再次来到了20均线附近啊 今天呢依旧没有突破 而且呢又重新失去了3000点的一个关口 但是好在今天的时日线 依旧是成为了近期的一个支撑 全天的最低点2977点 对应今天的一个时日线2975点 始终是没有跌破的 这里呢是出现一个好的迹象 但是今天整体是受外围盘面的一个影响 找盘呢就属于一个小幅的一个低开 全天的量能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缩量 那么之前也和大家说了 这里呢是属于超跌的一个反弹 指数前期没有回补下方2863点的一个跳空缺口 选择了重新选择震荡上行 那么这里的2863到底能不能够守得住 我们这里依旧要看五字均线的一个支撑力度 经过了连续的一个突破 指数在20线再次受阻啊 那么今天整体的一个厂内BB的大量进额呢 一共是流出了17个亿啊 全天呢并没有太大幅度的一个流出 厂内的资金情绪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那么再看今天的涨停板的加速呢 也是缩减到了60多家 那么今天的涨停板加速呢是比较少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反而涨停板加速超过100家以后呢 市场的资金呢是属于相对分散的 那么在做今天的涨停板复盘之前呢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的策略 以及对于大盘今天的点评 周三的指数啊是震荡上行 虽然说北厢呢大幅流出 厂内呢依旧情绪高涨 板块轮动加快 全动搭带上戏 虽然没有一举拿下20线 能突破3000以及短线的 5日和市均线 也说明即将脱离独播区域 那么拿下3000点后呢 将对20线发几攻击 今天呢是攻击未果 再次呢形成了一个压力啊 再形成了一个回落 那么周二呢是下车了 找盘开盘按照计划的一个大岗 那么躲过了大跌 直接在五日线附近上车了九旗 没想到午后直接拉涨停 南天呢也在看盘涨停 一天收获两个涨停 昨天的心情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结果今天呢市场就泼了一盆 大大的一个冷水啊 那么周三一共是选择到九家标的 分别是六版的直征 五版的九旗 四五天四版的戈尔 那么三版的川达之胜 天鹅股份和中农 板块的龙头 南天信息和中国啊 那么历史新高的保民科技 三版以上呢就不适合再上车了 历史新高的也不能够再追着 已经连续的两个版了 中国稀土呢是属于小金属的一个龙头 不是市场追逐的热点 市场的主要集中力 还是在尾盘回流的信创和转天开发 为什么是这一个信创和转天开发呢 因为选择到的大部分的几个标的呢 都是这几个板块 比如说像这个直征科技 是的啊 97也是的 戈尔也是的 包括这个南天信息 都是和这个信创 以及转天开发呢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市场的注意力和资金的方向呢 还是围绕信创展开 周四不准备上新车 那么所有选择的标的呢 都不准备再上了 主要是处理一下手里的两个标的 南天逢高就下车 因为南天呢 即将再冲高呢 就来到了近期的前期新高的一个压力位附近 97呢 还是可以继续拿也拿 不破五字线就继续流 结果今天呢 97跌破了五字线 所以必须要选择下车 那么像南天呢 今天同样也选择了下车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来带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为什么97要选择下车啊 97转件这一支标的呢 是昨天涨停的 那么早盘呢 跟随着直征科技 也是属于一个小幅的一个低开 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再次出现了一个冲高 或者是在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这支标的我们会一定会继续流的 结果今天在早盘开盘的时候呢 这支标的就直接奔着跌停去了 那么到这里开始呢 是第一次跌停 那么同样在这里呢 也有朋友问了 这里要不要选择下车 当时给了一个回复 就要选择下车 原因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一个铁律 第一如果说在正常上攻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跌停板 我们一定要选择下车的 第二点 如果说跌破了五字线 我们同时也是要选择下车的 所以在这里虽然说 触及跌停以后立即有直钉抄底 但是同样也选择在这个位置 直接选择了下车这支标的 那么全天最后呢 也是震荡啊 最终呢 是处到一个跌停的一个位置 虽然说尾盘呢 是有所拉伸 但是在这里呢 已经没有在必要再继续去参与了 因为从这里开始呢 已经有明显的逐步跌停的一个迹象 而且今天的一个中国软件 执政科技 戈尔啊 这几只标的 性创的龙头 全部都是大幅的下车 那么没有给任何上车的一个拉伸的机会 靳艳达今天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啊 靳艳达在尾盘的时候呢 还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只有龙头涨停 其他的性创呢 都是大幅下车 所以这一只标的 今天呢 也是直接跌破了 前期的一个五日均线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这只标的呢 也是必须要去选择下车的 那么执政科技呢 今天找盘同样也是啊 直接开盘就跌停 那么对于性创的打压呢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一只包括国产软件 软件开发 今天找盘直接跌停 龙头的人气跌停了 那么今天的市场的一个支撑方向呢 也就越来越不明朗了 那么像靳艳达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小黑屋 今天是终于放出来了 结果找盘呢 也是直接的一个高开 那么像靳艳达高开 对于板块的人气来说呢 其实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拉伸作用 但是像直针啊 包括我们大盘 整体指数找盘呢 都是属于一个小幅的低开 那么就导致我们整体的一个性创概念呢 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回落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再看南天信息 南天信息这一只标的呢 找盘其实走的还是不错的 按照我的一个预想呢 如果找盘能够冲高 打到上方的一个压力 也就是在28元附近 在这里的一个位置 是可以去选择下车的 那么这一只标的 今天找盘的时候呢 是再次处于一个跌停的一个状态 那么找盘的时候呢 就直接奔的跌停去了 全天呢 也是为之震荡 这里呢 都是属于一个小转的一个行情 但是在午后开盘的情况下呢 是再次跌停 跌停以后啊 当时呢 是没有去选择直接下车的 而是耐心的等待了一会 那么在这里的一个位置 在这里的一个区域呢 是再次选择了一个下车啊 为什么 因为从这里拉伸了以后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 资金翻红的一个迹象 在这里呢 抛压依旧很大 所以在这里的一个位置呢 也是直接再次选择了一个下车 那么难听信息 这只标的 虽然说今天收在了 五个均线的一个上方 但是只要是跌停 那么目前的一个走势呢 也是直接选择了一个下车啊 那么再包括 像其他的一些标的呢 在找盘呢 也是直接出现了一个涨停打开 那么再受到市场 情绪的一个影响 所以今天这两只标的呢 也是直接选择下车了 并没有等到上方的一个28元附近啊 其实如果找盘能够 再出现冲高28 然后再选择下车 其实比较合适了 结果到这里跌停以后呢 只要是跌停 那么就一定会选择下车啊 那么最终呢 这两只标的 全部都选择了下车 目前呢 依旧是空仓的一个状态 那么好在这只标的呢 也是属于一个小赚的一个情况 包括这里的一个九旗啊 今天说 虽然说是属于跌停 但是呢 也是属于一个小赚的一个状态上 那么像其他的标的 像戈尔软件啊 在尾在午后呢 也是直接跌停了 资争科技 找盘直接就一致的跌停 那么戈尔也是跌停 穿大制胜啊 在找盘的时候呢 也是不错的 一字版的开板 结果呢 最终也是大幅的打压 那么这种情绪呢 其实是不利于短线市场的一个稳定的 那么天鹅是稳稳的一字版 南天信息啊 也是直接下车了 那么中国稀土在找盘的时候呢 也是小金属的一个龙头 那么走的好好的啊 结果呢 也是再次出现了一波跳水 那么像中东联合 目前的一个供销社 还是稳稳的封住了啊 保民呢 在尾盘冲高了 那么最终呢 也是出现了跳水 所以今天的短线市场情绪呢 还是非常非常差的 包括这里的同心达啊 都是光学光电子板块的一个龙头 那么都出现了跳水的现象 对于短线的市场情绪呢 目前3000点啊 没有冲过 20千也没有冲过 那么今天的量人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萎缩啊 我们再接着去看文章 周三的BB大量金额呢 是流入 北向呢 也是流入了75个亿 指数突破3000点 短期破2885点 就不太可能了啊 说明底部已经逐渐成型 这一波超低反弹 依旧是围绕 五日和二次军线展开 那么3000点占完以后 才有机会 对二次军线发行攻击 接下来要看3000点 和十字线的一个真正力度 今天3000点破了啊 但是十字线呢 守住了 所以今天整体的指数呢 是围绕在 我们的一个十字军线 以及二十字军线 展开的一个震荡行情 那么短期的反弹呢 也是会继续的去延续的 那么接下来呢 3000点破了 我们就要看五日线 和十字线的一个支撑力度了啊 所以今天呢 也是直接再次做了一个减仓的一个操作 目前呢 是属于空仓 昨天六维战法的评分呢 是评到了5分 对应五成的一个仓位 政策面啊 是5分 消息面4分 人际面 昨天非常的高涨啊 打了6分 资金面 技术面和基本面啊 都是打了一个5分 因为昨天整体的资金呢 是形成净流入的 那么技术面呢 也是直接突破的 二十字军线附近 3000点也站上了 基本面呢 当然了 也打了一个5分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加速呢 就比昨天轻松了很多 那么今天的涨停板呢 也是只有60加左右啊 我们一加一加的来看 那么其实我还是希望 涨停板的加速呢 是越少越好的 但是前一段时间呢 每天大概都有100加以上 的一个涨停板 所以涨停板的加速越多呢 市场的资金就越分散 反而是不利于 短线市场的一个操作 和选择到一个标的啊 今天市场 虽然说是出现调整了 但是目前的一个行情 3000点下方 调整的越多 机会反而是越大的 所以大家呢 不必过于的去恐慌 那么再发表一下 个人对于性创的一个看法 那么性创这一波呢 只是走了第一波 个人觉得呢 可能还会有第二波的一个机会 所以像前期啊 下车的一些龙头 比如说像这个97啊 南天啊 包括大港啊 等等的 之前上过车的一些标题呢 依旧会继续的去关注的啊 那么依旧会在文章当中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看哪些有可以继续关注的一个迹象啊 我们接着往下看 汇率生态啊 我们是只关注市场的一个人气龙头和板块的龙头 以及创历史新高的一些标的 蓝风生化是属于手板的 手板呢 我们就不看了 这里的珠江也是目前的一个三连板啊 三连板呢 目前也算是市场的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标的了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新亚制成 目前呢不是历史的一个新高啊 那么我们再看苏德古德是这个芯片半导体 今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拉伸的一个走势啊 苏德古德和之前一样 那么苏德古德之前呢也是有关注过的 那么近期呢是连续的出现了一个跌破 今天呢是摘子涨停 这一支标题可以去关注 为什么 因为之前呢也是连续的出现了一个二板市场的关注度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这一支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标题呢 前期也是由于历史新高我们就关注了 那么经过了连续的一个震荡调整呢 今天呢在二十线以及各条军线附近 直接做了一个上穿的一个动作 也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小幅震荡的一个平台啊 所以这支标的呢 以前市场的关注度就很高啊 所以呢也把它和大港是作为并列关注的一个对象 今天加入到我们的一个资源当中 得创像这些没有怎么太听过的一些标的 或者是人气不高的标的啊 那么我们暂时就不关注了 理工能科目前也是三连板 那三板呢我们先加入 看后期呢有没有继续走强的一个技巧 所有的三板和四板在后期都有可能会成为短期市场的一个龙头的 所以只要是三板或者是四板以上 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关注啊 那么像供销社 最近从昨天开始就开始火了啊 所以呢市场的板块呢是再次资金做了一个轮动 所以现在目前每一天的板块轮动呢都是非常非常快的 可能像医疗器械呀 性创呀 包括风光理电车啊 等等的这些标的呢 啊海星电力今天呢也是再次创下了近期的新高啊 所以它的板块轮动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么这种热点切换轮动非常快的话呢 你就要对于自己的一个操作呢 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意识 不管是止盈也好 或者是止损也好 因为目前呢依旧是属于3000点横盘震荡的一个行情 并不是说市场的一个走势已经好到 已经走出各种标的都走出主声浪 那时候呢你可以不设止盈让利润奔跑 但是目前市场的人气大概能够达到一个10% 或者是到15%的一个盈利空间 就可以去选择下车了啊 所以止盈和止损在目前震荡的市场当中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上方的二周线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突破的话 市场的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爱旭啊 那么连续的两个涨停也会达到前期的一个历史新高了啊 能走出目前的市场能够走出这种走势呢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金业达啊 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人气龙头 市场的关注度呢再次升高 从目前的下方开始 到目前已经涨幅达到了一个4倍了啊 但是被关了小黑屋 依旧没有能够把它打败和打倒 那么这支标定呢 我们是只关注啊 不会选择上车了因为涨幅过于的大 那么连续的远离五的均线一旦出现调整呢 可能都是会比较大的 中东联合我们继续关注啊 加到支悬当中来 登云梳华 啊我们的接着往下看 像手版的没有达到三版的 我们暂时就不看了 贵神在今天再次涨停了啊 贵神也是之前的一个非常高标的一个人气龙头了 那么今天以同样的也把它加到支悬当中来 那么其实对于贵神的感情呢 还是蛮丰厚的啊 如果说贵神有机会的话呢 明天啊 不管怎么说啊 只要看到前期的一个老朋友了 该上还是要上的啊 那么之前呢 也是这一波关注啊 这一波关注啊 这里呢 有上车上车下车 然后呢 一直在这里啊 也是在这里 告诉大家 这里呢 也是处于一个大幅打压以后 形成了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 说明是有阻力护盘的 那么今天呢 再次涨停 我们会依旧会继续关注 看能否有机会回补上方的一个缺口 所以这一支标的 明天呢 一定会选择上车的啊 那么先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来 天地在线啊 目前的一个走势 一二三四五 五连板的五天四板啊 也是走得非常不错 那么也把它加到 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普通声讯啊 这里的一个罗曼 启迪要业 目前不是历史的一个新高 核状 重态啊 重态也是摘板了啊 ST重态 目前呢 也是直接摘板 变成了一个重态机车 中旅啊 我们再接触一下看 应该全部都已经复完盘了啊 今天的一个军达 再创历史的一个新高 从90多一直看 看到了239啊 目前呢 是只能看了 不能再选择上车了 那么今天选择到的标的呢 一共是有八家 八家呢 三板以上的呢 我们是作为关注的一个标的 那么像苏州古德啊 三板呢 我们不会再选择追了 只适合关注 四板同样也是 建议达也不会再看了啊 这里也是三板的 桂神 那么适合上车的呢 也是只有两家标的 一个是桂神 那么另外一只呢 就是今天 再次涨停的一个苏州古德 半导体芯片板块的一个小龙头 和大港的人气呢 相对来说 它比大港要稍微弱一点 那么桂神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老朋友了啊 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该上还是要上的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停满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那么在晚上的文章当中呢 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复盘计划啊 那么今天的涨停满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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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